这一期呢跟大家讲一讲布尔多和中国市场的关系 布尔多作为法国葡萄酒的代表 他们其实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 也是在中国市场的宣传力度做得最强的产区 大概从2005年06年开始 布尔多商人就看中了中国市场未来有无限的潜力 所以他们开始在中国市场不遗余力的做宣传 那他们的宣传力度真的是成批成规模 而且是那种扫荡式的宣传 一直到今天一年四季从一月到十二月 每个月在中国的几乎每个城市 关于葡萄酒的活动都会有那么几场是跟布尔多有关的 他们过来做宣传呢很多时候是以行业协会的形式 以列集装联盟的形式 以中集装联盟的形式 甚至是以布尔多秋这种小产区联盟的形式 多番的来做宣传 不停的在教育和培养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布尔多在中国市场能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和认知度 非常感谢布尔多商人们多年的努力 那市面上充斥着这么多品类的布尔多葡萄酒 我们要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呢 其实前几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布尔多的分级制度 大家对布尔多的AOC啊 各种列集装啊 中集装已经都有了基本的认识 其实已经可以有一个基础的辨别能力了 那如果说你想选一款日常餐酒 我平时就是搭配一下食物 或者是晚上随便喝一喝呢 你可以选布尔多大区级的 或者是优选布尔多级别的 像我们这边的这款 因为你可以在证标上看到优选布尔多的标记 然后如果你想再尝更高一点级别的呢 可以是这种村庄级的 村庄级的呢 你就也可以选择是有中集装联盟标志的 另外如果你的预算更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试着去尝试一下 布尔多的列集装 列集装有五个等级 那像第一个等级的拉菲拉图木桶这样的就不用说了 它还有一些像四集装五集装呢 其实也是很有性价比的 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大家也不妨一试 那像这边的右岸的 Sendemilion Concrete 它虽然标上面写了Conrete 但是Sendemilion Concrete只是一个AOC的名字 那它的价位呢 其实是不会超过几百块人民币的 就是这些葡萄酒 在它的分级制度范围内 它的价格都是有一个范围的 不会差的太离谱 那即使是这个酒庄的庄主是个有名的名人啊 或者是有名的明星啊 它的葡萄酒也不应该 价位和其他的同产区的葡萄酒有太大的差异 那其实关于葡萄酒 关于布尔波葡萄酒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些 这期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喜欢的朋友继续关注 拜拜